今天是一期充满阳光味道的高能视频 因为我要盘点那些惊艳影史的黄色裙子 只要做这个系列 罗密施奈德必定入选 因为她在50年代主演的西西公主 把所有颜色的裙子都穿了一个遍 这条有着咖啡色木耳边的黄色蓬蓬裙 是我想象中 俏皮公主衣橱必备的漂亮裙子 时间线来到1992年 一部讲述舞者成长故事的影片 《舞国英雄》 让我们看到了花样繁多的舞蹈戏服 其中这件羽毛装饰的黄色裙子 凭借着明媚的色彩和初挑的设计 在所有舞服中 一齐绝尘 果然黄色是让人一眼惊艳的颜色 而第80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 安德 2006年上映的伊丽莎白阿 这部讲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传记电影 为女主凯特布兰切特制作了很多套戏服 影片里有两套黄色裙子出场的镜头 非常华丽富贵 特别符合16世纪英国王室特有的着装风格 而提名85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的 《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 是2012年上映的魔幻喜剧电影 这个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的童话故事 莉莉·克林斯完全符合了 我对白雪公主的所有期待 电影里 她这条戴斗篷的黄色连衣裙 是一条非常可爱的裙子 上半部分是粉红色的泡泡袖 下面是戴印花的黄色彭彭裙 当然我最喜欢的 还是外面这件有着三个蝴蝶结的大斗篷 设计非常甜美 女主摘下斗篷帽子的那一瞬间 实在太美了 时间往后推三年 21岁的希尔沙罗南 带着她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布鲁克林 登陆全球大荧幕 在这部浪漫的爱情片 她穿了很多套非常治愈色系的衣服 而这一条充满阳光味道的黄色裙子 是电影里最最明亮的一道色彩 而2016年 获得六项奥斯卡奖 并提名最佳服装设计的爱乐之城 爱马斯通 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里 一共换了45套衣服 我最喜欢的是 这一条明黄色的洋装 是简约 但不简单的连衣裙款式 裙身上面 瓦蒂斯风格的花朵 让这条裙子 焕发如春日暖洋一般的生机 同样讲述童话故事的 美女与野兽 是2017年上映的影片 在这部同样提名 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的电影里 爱马沃特森 惊艳出场的黄色裙子 美到了我的心巴上 设计是为了让这条裙子 在舞动时非常飘语 一共花费了180英尺 轻如羽毛般轻盈的绸缎 欧根纱 用3000英尺丝线缝制而成 耗时12000个小时才完成 算是影尺非常大手笔的漂亮裙子 时间线来到2018年 莉莉詹姆斯 继灰姑娘的蓝色水晶裙之后 又在根西岛文学 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里 凭借一条黄色的裙子 再次惊艳了我 在这部电影 名特别拗口又农长的影片 我终于get到了莉莉詹姆斯 在灰姑娘里get不到的颜值 所以黄色裙子会让人更看到脸吗 时间往后推一年 凯拉·奈特利 穿着一身黄色裙子 出现在文艺剧晴天 鱼玻璃 这一条断面之地的挂钵碗里裙 泡在奈特利略显干瘪的身材上 竟然有种不能一味的美感 这种美感跟奈特利 在赎罪里的绿裙子 有着一曲鸿工之处 到了2020年 改编自检奥斯汀同名小说的爱玛 以油画版的电影质感 登陆全球大荧幕 这部提名奥斯卡 最佳服装设计奖的电影 女主有很多套 非常具有时代气息的精美戏服 而影片里 这一身特别具有服饰代表性的黄色裙子 把女主精致的五官 衬托到了极致 头上的黄色羽毛发饰 与裙子的是配合 也是很多电影服饰 不能比你的精致 那么这一期充满阳光味道的黄色裙子 你更钟情于哪一条呢 感谢观看